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陪你倒入眠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 真的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对我而言,这是何等美好宝贵的时刻 我们可以在空中相遇 一起来分享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为你邀请到的年轻人是陈永玲 有着爽朗的笑容和帅气的外表 会弹奏多种的乐器 还组了乐团,自己创作歌曲 外形条件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好的她 其实啊,走过一段很长的伤心岁月 这一切要从她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 现在就来听听永玲的分享 欢迎陈永玲 你好 永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大家好 我叫做永玲 我现在算是出社会的人 但是我在念大学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白天要上课 然后晚上要上班这样子 工作呢,是在教钢琴,keyboard,然后爵士鼓 吉他,bass,电吉他 其实吉他跟吉他,我是把它同类在一起啊 因为我都会帮他们自己去转这样子 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有在教会去建了一个团,一个乐团 它叫做G-My7 这些乐手都来自于我们教会一起玩音乐长大的一些好朋友们这样子 那像你在这个乐团的过程当中创作过了大概有几首歌曲吗? 大概九首十首有吧 身旁的朋友怎么样形容你? 我现在的朋友比较多形容我是就是总是很可以这么开心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害怕的这样 在过去的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过去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 虽然在小时候像国小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我好像都是考前三名啊 然后总是可以很开心 然后什么运动也都很好的 但是其实我只要回到家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一个家暴家庭 在我很小很小 就是我爸爸就会开始打我妈妈 然后有几次是把妈妈肋骨踹断 爸爸本身是什么工作的? 我们家以前是卖鱼的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 哇,人口众多耶 我是排行老三 我上面有两位姐姐 下面有两位弟弟 其实我们家的人呢 都蛮恨我爸爸的 因为谁不想要有一个很棒的童年 有一个被爸爸保护的家庭 然后妈妈是很幸福的 可以陪着小孩这样子 妈妈有没有曾经讲过说 要逃离之类的? 妈妈曾经有几次逃离过 妈妈那时候带着最小的弟弟 去到舅舅家 爸爸就说要去找妈妈这样子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去加油站买汽油 原来爸爸要教我们做汽油蛋 所以我大概在小一小二的时候 我就会做汽油蛋了 爸爸带着你跟你的另外一个弟弟 带着我弟弟还有我姐姐 然后就开车 从高速公路飙过去巴德这样子 高速公路上我们做汽油蛋 你知道平常要倒汽油 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 更何况在高速公路 你知道那超陡的 就不稳了 对,所以那时候姐姐在到的时候 他不小心撒出来 爸爸就直接又一个拳头又过去 直接打在他 好可怕 打在他头上 而且是重击的那种 其实那时候会有一种心态是 觉得都完了啦 反正所以现在 我们就同归于尽吗 怎么样都没有差了 所以你就也就是做了 爸爸就带着你们到巴德去 他是真的就丢这个汽油蛋 逼妈妈是不是 一开始还没有直接丢 他是先写了一封信 然后叫二姐拿去给舅舅的公寓 然后叫妈妈出来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丢汽油蛋 就是恐吓性啦 结果后来我们就在车上等 等超级久的 爸爸就生气了 他就知道姐姐被舅舅保护起来了 这样子 爸爸就真的生气 他就直接冲到他们家楼下 就车停在楼下 然后开始把刚没有用完的汽油 一整罐 直接打开来往自己身上倒 然后我就吓到了 超恐怖的 而且车子还没熄火 这样 所以那个车子上面都是汽油味 我以为他要撒在我们身上 但还好没有 对 然后他就说 走下车 我们要去找他了 所以他那个意思已经是要跟你同归于尽了 上去楼上的时候 他就先炸了一颗 但舅舅很聪明 他知道他要来炸汽油蛋 所以他已经准备好灭火器 去灭火 所以后来的时候 我们在走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事了 可是我爸叫我跟我弟弟 用我们的额头去撞铁门 而且你有敲过门嘛 对不对 就这样扣扣扣 可是我们是用头 很痛耶 用头而且要很大声 撞到后来很肿了 你已经觉得不想再撞 他就帮你撞 我爸就后来转个身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反正就转个身 但我舅舅很聪明 他在旁边一直用那个 他趁我爸转的那个时间 他就把我们两个拉进去 所以我舅舅真的是英雄人物 他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 对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 很感谢我的舅舅 我觉得他才是爸爸你知道吗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很可爱 还会觉得 我舅舅是不是跟我妈妈结婚 这样子 才是正确的吧 对 就我已经那个有点挫滞了 你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们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我妈一直在哭 当我们进去了之后 被舅舅保护起来的时候 我就是傻掉一阵子 然后后来我就 莫名其妙我自己开始哭 恐惧累积太久了 终于安全的时候就爆发出来 父亲因为这个纵火的关系 那爸爸真的就是一个纵火犯呢 是 所以他那时候有被警察抓走 被判了两年 服刑在监狱里面这样子 打从陈永林有记以来 他就常常看见父母亲上演全武行 家里五个小孩 常年处在那个暴力的阴影之下 后来父亲因为纵火案被抓入狱 让陈永林一家有喘息的空间 过了两年 妈妈决定要把爸爸接回来 回来之后的父亲 是否真的改变了呢 又或者让陈永林一家 再次地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呢 希望你继续地锁定天使业未眠 来分享陈永林的生命故事 听一听他如何走出家暴的阴霾 重拾喜乐盼望火泼的人生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